本節目是遊客製畫帽子專家鋼田秀贊助播出 哈囉大家好我是舉肉 這次要講的主題是 冷戰的第二部曲 美書之間的核武競賽 原來我們離核戰那麼近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冷戰系列的觀眾 記得一定要先看過首部曲 再來看這部影片喔 1945年美國分明在8月6日以及9日 先後在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兩顆原子彈 總共造成大約20萬人死亡 也成為了讓日本投降的關鍵 對於美國擁有這項跨時代的武器 蘇聯可是虎視眈眈啊 所以在二戰結束後 美書這兩大陣營之間 開始出現了恐怖的間諜計畫 不過就像我在第一集裡面講的 美國和蘇聯真的就像兩個小屁孩 你有什麼我也要有什麼 你做什麼我也要做什麼 舉個例子來說 1947年9月18日 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ies 成立主要負責國外間諜的情報收集工作 蘇聯有樣學樣 於是就在1954年3月13日成立了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 KGB 英文叫做 Comete Gostara Telefonia Vezo Pasta Noni 不管啦 反正叫KGB就對了 現在的俄羅斯總統普丁以前就是KGB的特工喔 不過這種蘇聯解體之後 就從KGB改為FSB 也就是俄羅斯聯邦安全局 英文叫做 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有觀眾會說俄文想要糾正我的發音的話 舉個想要跟你說一聲 看會俄文了不起是不是啊 好啦 其實會講俄文還真的蠻了不起的 德國是二戰的戰敗國之一 雖然他們打輸了 不過卻留下了相當多的黑科技 還有相當多的科學家 美蘇兩國當然不會放棄這個好機會 所以就開始各自抓了一堆德國科學家 以無罪來當作首要條件 來交換他們的研究 而且雙方都各自耍劍招 先讓這些德國科學家投靠自己的陣營 然後再把他們送到敵人的陣營裡面做間諜 也就是在蘇聯工作的德國科學家裡面有美國的間諜 在美國工作的德國科學家裡面也有蘇聯的間諜 雖然蘇聯在美國部署了相當多的間諜 不過在所有間諜裡面最有貢獻的 就是提供關鍵核武情報的羅森堡夫婦 Julius & Athel Rosenberg 在這邊順便告訴大家 為什麼全世界會有那麼多人討厭猶太人呢 因為最早創立共產主義思想的卡爾馬克斯 出賣美國核彈技術的羅森堡夫婦 提出核彈關鍵技術 只能等價1.MC平方的愛因斯坦 還有當初創立猶太教 也就是基督教和伊斯坦教的前身 還有拍一堆沒有人要看的爛片的亞當山德勒 這些全部都是猶太人 一個種族會被人家賭爛 真的不是沒有原因的好嗎 總而言之呢 蘇聯在短短的4年內 就靠著強大的間諜系統 成功的製造出原子彈 那說到核子武器 目前全世界保守估計 大約有15600顆核彈 總共有9個國家 在擁有這項技術 分別是美國6970顆 蘇聯7300顆 法國300顆 中國260顆 英國215顆 巴基斯坦125顆 印度115顆 北韓10顆 還有以色列 其實以色列有核彈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但是沒有人敢講 因為在1986年有一個叫做 Mordecai Vanunu的前以色列核彈技術員 他向媒體公開這個秘密後 就被關了整整18年 而且其中有11年都是單獨監禁 所以沒有人知道以色列到底有多少核武 以上這些國家的核彈全部加起來 足以毀滅地球整整12次 而且光是美國和蘇聯這兩個國家 加起來就有14000多顆 完全就是把核彈當作雞蛋在生產 不過說真的 美蘇兩國為什麼要製造 可以把對方毀滅上百次的武器呢 原因非常的簡單 因為雙方都不知道 對方究竟有多少顆核彈 就算兩邊的間諜都誠實說出核彈的實際數量 美蘇兩國一定都會覺得 對方根本就是在唬爛 所以兩邊就拼了老命開始狂製造 真的就是那麼幼稚啊 到目前為止呢 美國總共大約已經釋爆了1132顆核彈 蘇聯也不甘示弱 釋爆了大約981顆 那為什麼我們都不知道呢 因為他們測試核彈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在人煙稀少的地區 像是沙漠啊北極圈還有南太平洋地區 也就是哥吉拉和使徒可能會出現的地點 不過那不是重點 蘇聯有了核彈之後 當然不會忘記同樣是身為共產國家的中國 於是在1951年與中國簽下合約 中國負責提供核彈所需要的 油來給蘇聯 以交換核彈的技術 不過說到核彈這種東西 其實以前還沒有那麼可怕 因為在早期火箭技術尚未成熟時 只能利用轟炸機進行空投 不但速度慢 而且中途被攔截的機率非常高 到了1959年 洲際飛彈 Intercontinental Blastic Missile 也就是ICBM被發明出來了 跟以往空對地的轟炸完全不一樣 洲際飛彈的原理是先將核彈頭 裝載在火箭上面 利用火箭的推力將核彈頭送至太空 因為在太空中沒有空氣作為處理 所以飛彈可以飛得比在地球還要快很多 等推進器將核彈頭送至定點後 再利用自由落體的方式 迅速落在要引爆的地點 洲際飛彈可怕的地方 是他只要短短的30分鐘 就可以瞄準1萬公里遠的地方 而從莫斯科到華盛頓DC 也不過才7800多公里 換句話說 美國和蘇聯隨時都可以攻打對方 但是美國還是覺得30分鐘太久 就算採用先發制人的戰術 蘇聯還有半個鐘頭可以反擊 於是美國就偷偷地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這兩個地方 部署了多個飛彈基地 但當時就算蘇聯知道 其實他們也無能為力 因為蘇聯在美洲沒有任何的盟軍 但是有時候緣分真的就是那麼神奇的東西 美國跟古巴在二戰前後都是盟友 不過與其說是盟友 倒不如說美國比較像流氓啊 因為古巴的政治和經濟幾乎全部都給美國控制住 古巴在二戰結束後 民族主義逐漸抬起頭來 而美國扶植的巴蒂斯塔政府 剛好又是個軍事獨裁者 引發古巴人民的抗議 這時候有兩個人一定要介紹給各位認識 一個是古巴革命軍的年輕領袖費戴爾卡斯楚 當時的他只有32歲 才32歲就長那麼老 真的跟我有得拚耶 另外一位就算你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也一定看過他的照片 他就是阿根廷遊擊隊的領袖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 他們兩個在1959年靠著只有400人的革命軍 成功打贏了擁有3000多人的政府軍 也推翻了為期九年巴蒂斯塔的專制政權 打算給人民一個幸福快樂又美滿的生活 不過呢美好的理想終究敵不過現實 因為新政府底下有相當多的人 跟卡斯楚唱反調 並且擅自做決定 上任了半年後開始實施土地改革的政策 把美國的銀行、工廠、商店和農場全部都給國有化 於是美國不爽就宣布和古巴斷交 並且對古巴實施經濟制裁 這下可好了 卡斯楚找不到有力的靠山 於是轉而向蘇聯求援 蘇聯根本是求之不得阿 馬上就對古巴進行援交 我說的是經濟上的援助還有建交喔 不要誤會 卡斯楚在1961年10月16日對國際宣布 古巴正式成為社會主義國家 也為日後的古巴導彈危機 埋下了回不去的種子 不過當時有一個美國人叫做張伯倫 在古巴成為共產國家後 他一個人在1962年3月2日單槍匹馬上陣 創下了NBA史上最高的單場100分紀錄 跟這次的主題毫無關係 我只是覺得他很屌而已 1962年9月到10月初 美國發現一直不斷的有蘇聯的船隻 來來回回在古巴穿梭 於是就向當地的總統甘乃迪報告 提出甘乃迪也覺得沒有什麼 直到其中一位美國間諜 也是當時蘇聯情報總局的上校 潘科夫斯基 他向美國透露 其實運送到古巴的船隻裡放的是核彈 甘乃迪這時候才恍然大悟 真的是笨的跟豬一樣 難怪叫做甘乃迪啊 1962年10月14日到28日 是人類歷史上最接近核戰的時候 也就是著名的古巴導彈危機 Cuban Missile Crisis 美國開始對古巴實行海上封鎖 並且威脅如果核彈不從古巴撤走 他們就要開始以武力入侵古巴 蘇聯也不甘示弱 威脅美國如果敢入侵古巴 他們就從古巴發射核彈 美國就對蘇聯說 如果你們敢從古巴發射核彈 我們就對你們發射核彈 蘇聯又對美國說 如果你們敢向我們發射核彈 那我們也會從蘇聯發射核彈 這個行為 真的很像兩個國小生在吵架 現在我們這樣看可能會覺得很好笑 但是如果你是生在當時的年代 保證你一定笑不出來 當時所有的超市都被搶購一空 防空洞全部打開 雙風都認為這次99.99%要來真的了 尤其是當時美國國防部的將軍 一直慫恿甘乃迪要先發自人 核彈按鈕趕快給他按下去 卡斯楚也拼命叫蘇聯趕快先發自人 不然等美國先發自人就來不及了 美蘇兩邊都各自擁有 壞友極度嚴重被害妄想真的笨蛋 整個古巴導彈危機的最高峰 是在10月27日 一架美國的U2偵察機 在古巴上空拍照的時候 被地對空飛彈給擊落 大家都心裡在想完蛋了要開打了 不過後來危機解除了 怎麼發生了 讓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的珍貴畫面 沒錯當時就是萬磁王救了我們大家 後來是因為賀學魯夫主動撤回飛彈 以換取美國不入侵古巴 而且其實當時蘇聯也知道 美國所擁有的核武數量是蘇聯的7倍 如果真的要打起來到最後吃虧的還是蘇聯 美國在事後也解除了海上封鎖 並在危機解除後的兩個月內 偷偷的撤回了在土耳其和義大利的導彈 蘇聯是在這次的事件之後 才開始拼了老命製造超多的核彈 而美國也是因為知道蘇聯製造的超多的核彈 所以才會跟蘇聯一樣瘋狂的製造 古巴危機解除之後 美蘇兩國為了怕日後雙方有誤會 所以建立了美蘇熱線 潘科夫斯基商校也在1963年5月16日被槍決 同年的11月22日甘乃迪總統被暗殺身亡 切割瓦拉也在1967年10月9日 在玻利維亞被人暗殺身亡 古巴危機解除後 美國對卡斯楚仍然懷恨在心 於是CIA就開始對卡斯楚進行一連串的暗殺行動 正確來說應該是在54年之內 策劃了638起的暗殺行動 平均一個月就暗殺他一次 結果卡斯楚後來活到2016年11月才死亡 而且還是老死的 享年90歲是怎樣啦 CIA都是用棉花糖來殺人是不是 強一點好不好落爆了 不過我還沒講完 古巴導彈危機其實並不是冷戰期間內 唯一一個差點發生核戰的事情 美國在冷戰期間有一個總統叫做雷根 他的任期是在1981年到1989年 還沒當總統之前 他是一位不太有名的電影演員 在冷戰初期還曾經擔任過FBI的反共間諜 他的總統之路並不是很順遂 因為在1981年3月30日 也就是他才剛上任的第69天 他就被暗殺了 子彈擊中他的背部造成嚴重的內出血 不過後來他很幸運的被救活一命 雷根也成為了美國歷史上唯一一個 重彈卻沒有死亡的總統 在1983年11月 也就是雷根總統上任還未滿兩年的時候 美國決定要做一個很重要的演習 代號叫做優秀射手83 這個演習最主要是要模擬 美國如果主動向蘇聯發生核武的情況 不過美國犯了一個很低級的錯誤 因為他們忘記先通知蘇聯 他們其實只是在演習 而且因為模擬了太過逼真 搞到蘇聯以為美國真的要先發自人 差一點點那個核彈按鈕就要按下去了 引發世界第三次大戰 不過事後雷根總統好像還是不太滿足 於是他又在隔一年的10月18日 在受邀上一個廣播節目時 隨手拿起了麥克風想做測試 我們一般人測試麥克風的時候大概都是這樣子 TES TES 123 TES TES 不過雷根他是美國總統 測試的方式當然跟我們這種平民老百姓不太一樣 以下是當時雷根總統測試麥克風時的聲音檔 I've signed legislation that will outlaw Russia forever we begin bombing in 5 minutes 雷根以為麥克風是關起來的 就隨口開了這麼一個玩笑 結果當時蘇聯嚇到馬上緊急動員 連核武都準備好了 不過好險最後也都是安全下裝 其實雷根是一個富有幽默感 而且很愛開玩笑的總統 其中最有名的是他在1987年6月12日到西柏林演講到一半時 現場忽然有一個氣球破掉發出了爆炸聲 六年前才被子彈打過了他 做出了以下這個反應 這種幽默跟反應 我真的給他101分 雖然他曾經兩度差點造成世界滅亡 不過看在他這麼有幽默感的份上 我想大家應該都會原諒他吧 JR的冷戰第二部曲就上到這邊了 下一集將會告訴大家 冷戰中美蘇兩國的太空競賽 還有冷戰到底是如何結束的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喔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按讚還有分享喔 JR的死地教室我們下次 下次見 好可愛喔 拍照